讀美國熱點話題 解當前最新動態 這裡是讀解美國頭條 我是新農 青岡15日與耶倫舉行會晤 雙方就落實中美元首巴雷島會晤重要共識 以及共同關心的雙邊和多邊經濟財經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交往 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即在雙邊經貿問題上的溝通 促進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五角大樓15日宣布 從明年1月起將每月訓練的烏軍人數 從此前的300人提高至500人 此舉旨在利用戰士叫緩的冬季來指導更大規模的烏軍 不對掌握更複雜的戰鬥技能 到目前為止 美軍已經培訓了大約3100名烏克蘭士兵 如何使用和維護某些武器裝備和其他設備 包括了美國所提供的流炮彈 裝甲車 海瓦斯高機動 火箭炮系統等 當所有人猜測特朗普是否要公布 與其2024競選活動有關的重磅消息時 他再次給人們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發布一系列印有他肖像的NFT數字交易卡 所謂的重大聲明與此前大家推測的競選活動毫無關係 這一反差 立即演發嘲笑和質疑 總統拜登也在推特上發文諷刺 稱他過去幾週也有一些重大聲明 包括緩解通脹 油價比一年前更低 在亞利桑那州增加了1萬個高薪就業崗位等成績 聯邦疾控中心15日報告說 全美90%以上的兒童至少感染過一次新冠病毒 希地熙強調即使此前感染過新冠的人 今年冬天仍然有備新變種再次感染的風險 希地熙今年早些時候曾報告說 疫情期間兒童感染的比例遠超成年人 這一數字發布之際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說服家庭為孩子接種新冠疫苗 目前 全美兒童的疫苗接種率仍很低 連續三天 南方天氣變化無常 龍捲風摧毀了佐治亞州農村的一座紮棉場 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馬州也有不少建築被毀 路易斯安那州 有三人因龍捲風喪命 在北方 暴風雪繼續襲擊中西部地區 在明尼蘇達州 暴風雪已導致數千人斷電 隨著風暴冬移 東北部內陸地區 或將積累一英尺的積雪 下面來一起關注一下今日推特趨勢 推特禁用追蹤其新老闆馬斯克飛機動向賬戶的消息 又有新進展 幾名報導 這一消息的知名記者15日晚間 也被暫停使用該社交平臺 這一事件使有關此事的討論愈演愈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讀解美國頭條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 字幕提供給中國 紀錄 除非您的字幕提供 如果有任何人的聽到你 , 請大家幫助